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有些叠片去改变它的方向和入气的直径 它有两个功能 由于洞变小了就会令到它的速度提高 另外你看到它转到黄色的角度刚刚跟车叶成90度 那时候就算是很小的风速 对于车叶来说都是一个好的推动力 然后当我转快了的时候 我就可以打开它 我进去的洞叶就大了 那就可以得到一个最大的功能 所以这就是VGT的设计的原理 就是它在转速低的时候 它尽量去拿尽了风速和推动力 克服了慢速那段时间 然后转速一上了的话 效率就会很高了 VGT最初设计是在电油车那里 但你发现今时今日 很少电油车是用VGT的 但大部分的柴油车都用VGT的 为什么呢 就是因为柴油车低速的时候 转速是非常慢 第二就是柴油车的效率很高 所以它的废气出来 温度和压力本身都不够电油车那么高 我们在柴油车的低转的时候 是更加需要用VGT 不一定的 低压转速是没有intercooler的 多数都没有的 但高压转速的转速 大马力转速的转速就会有的 因为我们的Fresh Air吸了进来之后 经过增压器加压 它的温度是高了 如果我们将它冷冻了 就是说得到的空气的密度 多一些 氧气多一些 我们再送到引擎里面燃烧 就可以得到更加好的效果 我们常见是有Air to Air Air to Water 两种 即是是风冷还是水冷 什么时候用水冷 比如你的马力是非常大的 水的热容量是大一点 当然是比较适合 接下来我们讲一下 Turbo 车使用的时候 有什么要留意的地方 如果你要问我 说三样最重要 关于Turbo 车的东西 我会说 第一是解油 第二是解油 第三也是解油 Turbo 车使用上来 开始全力工作的时候 它的转速是十几二十万转 有什么组成可以应付这些转速呢 通常有两种设计 一种叫做Hydro dynamic bedding 黄色这个部分 其实是浮动的 bedding 内外也有一层油膜 就是靠针油浮起 整个 bedding浮在那里 你可想而知 油是多么重要 浮起那种油膜有多厚呢 大约是20-40 米克 亚洲人的头发的直径 大约是60 米克 你可想而知 那种油膜 就是你的头发的直径 大约是三分之一 所以如果你的解油 稍微有些骯髒 铁碎 那Turbo 车使用会坏 第二种是陶瓷保护 两种 bedding工作的时候 都很需要机油的保护 陶瓷保护的阻力比较低 但是下造大约的 bedding 如果使用得当 寿命会比较长 目前涡轮增的气 仍然是以下造大约的 bedding为主 铁碎车 一定要用Turbo 引擎的机油 第二就是 第二就是要靠近远 千万不要省这个机油钱 这是第一点 第二就是 亦都是因为这个原因 我们 拖着了一部车 你铁碎车 如果你要全力 去吹谷一辆车 你一上到四五千转 那Turbo 也会上到十几十万转 那我建议你 就真的等几分钟 等车车先 warm up 我们平时铁碎车 都不需要太过 小心 因为现在的机油都很漂亮 正常 NA车是不需要太过担心的 但是Turbo 就真的 warm up 才能全力吹谷 就会耐用一些 还有一个就是 如果你的车是很快 很激烈地走完一转 车很热的话 也不要立刻关闭 因为你一关闭 油泵就立刻没有油给它 但是Turbo 十几二十万转 是需要时间才能停下来的 如果没有油压情况之下 Turbo 还不断转的话 这个变化车也会很快死 这些都是我们开Turbo 要留意的地方